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门耳屋呗 小黑屋吗 特别可爱 开朗 傻大妞 但是又能给周围的人带来欢乐的一个很正能量的一个姑娘 你的性格属于女汉子性格吧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好 是吧 那你应该很喜欢声张正义咯 声张正义 这还好吧 我觉得东北人性格就比较豪爽 我看你好像也挺糙的嘛 糙呢可能是体现在肤色上 我觉得其实这个注意形象这是好事 如果你找个男人比你还精致 天天敷面膜敷这个三个小时 没有两个小时不出门 你喜欢这种男生 这个我可以接受 我觉得讲卫生也是个礼貌 也是一个好习惯 你喜欢这样的男生 一个操劳 就喜欢一个 对不对 可以理解 既然是在找实习工作 一定是找与自己专业相关的传媒 是吧 哪个岗位 能尝试尽量多的一些岗位 只要和传媒有关的 工作内容与它沾边的 能感受一种美或者艺术的氛围的 我觉得就OK 来看一下它的背景资料 这个是跟我以前的实习经历有关 这是我之前在艾奥杂志 做这个电商运营方面的工作 那其中也包括一些 美妆稿件和时装稿件的编辑 然后第二张图片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电商内容平台 进行的一个单品的内容 介绍的一个截图的封面 然后下一张 我们一周一个人的话 大概是会写四到五天 时装或美妆的稿件 那第一张呢 就是我们以往的一个专辑吧 算是 写产品的描述 测评吧算是 测评 对对对 或者说什么一些经验分享 这个方面 你想做这个工作吗 一模一样 对啊 就写电商的产品描述测评啊 那暂时我就不考虑了 为什么呢 你不是干过吗 对我干过 然后我就这个 马上就毕业了嘛 进入政治 又要干点不一样的 对我看看 我到底最后什么东西 那你要多少钱呢 我的月薪要求是大概四千左右 那倒是要求不高 实习 对对对 有地域限制吗 地域限制北京 嗯 其他地方不去 不考虑了 来第一轮选择去过来 全流 全流